为了落实整合原住民族关怀服务提升生活品质 南投县政府特地成立 普里及渔池区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期望投入更多的关怀和资源 缩短原住民族与其他族群间的生活差距 普里及渔池区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成立 活动首先由以编以谢教会长老石美芳为中心接牌祷告 并由喜节课文化艺术团带来泰雅族迎兵舞蹈表演 随后侯秘书长及回贵宾一起为普里 及渔池区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精彩与接牌 其投入更多的关怀及资源 与原住民族缩短与其他族群间的生活差距 原住民委员会特别补助南投县政府 在普里渔池区这个地区成立了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那希望透过这个中心里面 编制了两个社会志工还有行政助理 那因为这些志工跟助理也是原住民族的人员 那他们对于在地原住民的服务比较没有距离 那也会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希望因为建立这一个家庭服务中心 让原住民在不管在生活上健康上 有任何的问题都能够到这个中心来寻求协助 红文秘书长表示 政府特别成立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透过中心提供各项关怀服务 协助原住民族解决生活经济及健康等问题 或转接到其他社服机构提供更贴切的支援服务 在这个推广行销方面呢 特别要注意就是说让服务里跟地区的原住民同胞呢 都知道呢有这一个家庭服务中心的成立 它可以提供各方面的协助 让这个原住民族的家庭如果遭遇到困境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能够得到一个解决 那希望他在这个原乡的地区的生活呢 能够逐渐的来改善 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会以提升原住民生活品质 建立人文与目标人口群统计资料 建立支援诺 社会工作个案管理社区 与团体工作等服务内容 并借由社区训导讲座及家庭归怀访式 将福利辅助交汇该区的原住民